三零零零零 三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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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那我們就開始囉 今天第一組 第一組實際上的報告 準備一下 我們報告之間是15分鐘 謝謝 我開始了 好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 Rubber City Equal Campus 因為它的命名來源是因為它的構造像 長得像海馬 它是成為於大腦體質的下層 就是像在這邊的地質的下面 它是練系統的其中的部分 主要它的功能是記憶部分 就是有短期記憶、行程、長期記憶的過程 還有空間定位的部分 最主要它也是辦理認子功能的要求 好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它 腦影像分析的部分 好 那這是原本那個 就是用左右的Hippocampus當作Sync 跟其他區域的Gramator 進行那個Functional Commitivity的分析 好 那以這個揮植區域的每個Bus 跟左右海馬 可以分別去進行 PSM Correlation分析以後 它取平均得到上面的結果 這個就是Original部分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分析的部分 就是用PSM去做相關的結果 那下面呢就是用SPM的那個套件 那以那個BuyNin的這個SWHM 進行Smooth以後 會得到下面這個結果 好 那接著我們就用Rainnet Viewer 去畫Hippocampus跟各腦區的 它的Functional Commitivity的相關性 那我們其實有先單獨的就是看它左側 就是Hippocampus它的左側的那個 跟各腦區的相關性 它的右側就是單獨去看 然後我們才去進行這個雙側 它就是加起來以後進行平均 去觀察它跟 它們跟各腦區的那個 Functional Commitivity的相關性的比較 好 那接著我們再去使用SJView的套件 那去找出Rainnet Viewer跟其他腦區之間的相關性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就是在 我有把那個正相關的部分就是全部列出來 那像在雙擊的部分的話 就是在第11腦區的那個初級聽覺P 聽覺P值 還有那個 四球腦倒 四球腦倒 還有這個 前後後外皮層 還有那個下皮葉皮層這邊 對 都有那個正相關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Lingo Drivers 以及那個 海馬旁迴 還有那個Coldet 對 都是有這個 其實這些東西呢 它都跟那個D4 Network有相關 有正相關 那 另外還有在單邊腦區的地方 有正相關的 有包括說就是 左半腦的性能盒 然後還有 有 Buciform 還有那個 跟下半部的那個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右半側的那個 還有 還有輔助運動體質 都有那個正相關 那接著我們看 這個文獻回顧的部分 那像左圖是先前用 那個 海馬回 以 海馬回作為C的 進行 Functional Commitivity的 研究 那跟我們這次做的 其實有點相關性 那其實有看到說就是 像在 海馬回呢 跟 Qtunus 還有後 後扣代皮層 然後Ratials 並 Nil 就是 像前面這個就是 那個 Qtunus 然後後扣代皮層 以及那個 Ratials 就是 這兩顆 叫做什麼 Ratials Daniel Cortez 還有 雙側頂頂頂下層 以及那個 Medical Prevental Cortez 欸 Prevental region 然後這些 毛區呢 都跟那個 大毛處清醒狀態時 修行狀態啟動的那個 D4Mode Network 所提到的 毛區都有相 那上圖 欸 就是像這個是 呃 是進行那個 成人的研究 那這邊的話 是小孩子的 那小孩子的部分 其實跟我們剛才看到的東西是一樣的 可是它差在哪邊 它主要差在的地方是說 我們剛才找到 互相關的區域呢 其實在 這些小孩子裡 就是可能是 因為年紀的關係吧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的那個 呃 還沒有就是 那些 互相關的區域呢 在這邊是沒有的 就是 就是 幾乎都是 只有正想關的腦序 那接著呢 我們就先來看到說 NCI跟 TELS的 那個 呃 比較這樣子 那因為NCI它過去 被認為是那個 就是有機會去 轉 轉成AE的那個 疾病嘛 所以其實症狀它跟 AE也是蠻相近的 那因為 主要都有 記憶缺損問題 所以我們就先 來看這部分 那主要因為 研究發現說 就是像在 NCI患者呢 跟健康主體一樣 它的左側的 Hippocampus跟 右側的 MPFC的連結性 有比較弱 那 那 就是 像 呃 右側的 海馬迴呢 跟雙側的 Temple Dryers 就是STG 還有右側的 MPFC 然後 還有 ACC 還有 SFG 那右側很好到 左側的 這個 呃 PHG 那些其實都 就是它的連接性 比較弱 那 在左側的 PCC 還有 那邊 它的那個連接性都 就是連接性 比較強 那 那接著進行就是 AD的患者 還有健康人口的 對照 比較 好 那在AD早期的時候呢 Hippocampus跟 後側 寇代回的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就會 就已經開始有異常的狀況 那並且隨著它 疾病惡化呢 跟其他島區的連結 也會跟著一個所異常 那 那右側呢 是比較健康受視者 跟 就是Edge Match的 這個AD的患者呢 去看的 那像健康人 他在Default Network的時候呢 它的Functional connectivity的正相關性 在這個左側的 海馬回 會比右側的海馬回還要入圍 也就是說它其實 在這個時候呢 它是有 就是不對稱性 可是在AD的患者裡面呢 它會呈現就是對稱的情形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的這個找到的就是結果 還有我們去做一些文獻揮鼓 所以看到出來的結果跟報告 好 那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還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 我要是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們分析的這個東西 然後跟後面討論會連結到AD啊 因為實際上你們看到的資料 並不是AD嗎 呃 因為Default Campus 它跟認知比較有關係啊 就是我們 呃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找到的東西 都可能跟那個 邊緣系統那些 還有那個Default 還有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在讀想要看AD 是因為Default Campus 它其實是就是Dementia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徵 然後去 嗯 所以我們才想要衍生說 看看那異常的大腦的Functional Concentivity 是如何 就除了正常之外 我們也想要比較異常的群 有疾病 所以才會找AD跟MCI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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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個問題 你講到那些互相關的 跟那個後面的起定 有什麼觀念嗎 互相關的部分 對 互相關的部分 互相關的部分 他是多互啊 就是互相關到底 其實他互相關的地方好像沒有到很高 我們看一下那個跟 所以他 互零點 對對對 其實只有互零點 一點點 他可能就是沒有統計前度 就是前列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他其實 我們在做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沒有統計前度 因為這沒有辦法重新的 哦 對 對 所以我比較好奇 就是說 互相關的地方是哪幾個 好 好 這 這 這應該是藍色 不是指藍色的地方 對對對 就是像這邊 藍色的地方 還是有就是 那 另外我想問一下 就是 層面是正相關的部分 那 哪幾個腦區 它的相關性是最高的 好的 我看一下 還是就是後面你列出來的一些 可能就是 呃 像 呃 我現在就是 單看顏色來說的話 就是可能比較紅的嘛 那可能比較紅的就是 像是初級聽學體質 還有那個 呃 四球的部分 就是比較紅 還有在這裏 就是前扣來的 提成這裏 嗯 就是 那其他的就是 比較沒有他們那邊 那我就是 相對的 那也看不懂 好 大家可以請其他位 好 好 那朋友就謝謝第一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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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一下 有去的 就是MTG,然後MTG的話我們直接有看紋線 然後它是跟視域長得比較有關係 那我們應該先講到就是MTG這個部分 它是在像我的孽頁中軌這個區塊 然後它的視圖是正看的 那根據我出來一個解釋的話 那這個然後區域掌控是關於面孔辨識跟單詞識別的 這一個功能 然後來開始的東西我們去跑 然後可以看到左右版的話它的相關性是有的 然後我去就是簡單的去剪然後去看 然後它的那個兩個剪 然後它的相關性是Skill不一樣 它只有2然後上面是6這樣子 就有畫畫畫出來 所以然後我就看一開始它的Seabest 然後有Smooth Go比較好看 之後透過BrandNetView去看的話 可以在兩個畫圈圈然後圈圈圈圖的地方 可以看出來它的左右版的話 它的correlation是右的 然後從Excel View去看的話是 左邊這邊是左半然後上面右邊是右半的去比較 然後它其實是有對照跟相關性出來 然後就是因為過去研究說 MVG這個腦區在語言文字閱讀會有一定的相關 那會有這個視訊症的問題 那視訊症是一種大腦就是 語言區受損然後產生了那種言語障礙 然後它的言語功能呢 包含它失去理解表達閱讀跟書寫的這個功能 那我們看個影片簡單 看影片簡單 就是看一下它的狀況是怎樣 作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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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 我十八成功 講解了 怎麼會這樣怎麼樣 把把聲音盲的 那這個 這個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患者的話 他一開始其實他是個演員 就是曾在爸媽媽的年代 他演過什麼報經天的演員 所以他是專業演員 其實應該不會有這種語文理解常的問題 那像他剛才講 就是他對老虎 兩隻老虎這件事情 他就會說不出來 他可能 他知道老虎是什麼東西 但是他卻沒辦法去說出來 這樣子 這是一個死於症的狀況 那我們就過去的文件去探討說 就是其實死於症患者 他是去探討死於症與正常壽司的相比 他是去看在PMTG這一塊 他有一個ALFF值的一個去探討 那 這邊會看到有紅色的區域跟藍色的區域 那紅色的區域的話是代表說 他的ALF值是降低的 然後藍色是ALF值去升高的 然後 的一個影像 那他可以發現說 在PMTG這個位置呈現紅色 橘紅色的影像 然後表示左邊的PMTG可能是 對在死於症的語言方的障礙中是有重要的作用 那他 這邊也跟大家說說 他的左邊PMTG神絡人的ALF值降低可作為一種 新型的生物 marker來評斷死於症的嚴重程度 然後去評估死於症患者的癒後患惡化的情況 好 他們有問題 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你剛剛說那個 你們這一集那個 那個施與症 其實是施與症有分蠻多不同的類型 像有 剛裡過那個比較像Brookka Area 可是還有像一些Warning Key 或者是Global都在發生 不同類型的施與症 所以我想說那是都跟任老師有關係嗎 他是 他這篇論文是都有 呃有 有 各有三個 他是包含17個人裡面 然後他是各 呃 他是有兩 各有 他是抓兩種 一種是 可以 其實你問了一個非常 有意義的民善問題嗎 其實你剛剛那個施與症的例子 你們也不要查 因為剛剛那個施與症 你剛才查到他 是哪一種FASHIA 不知道嗎 你這種有沒有查一下 他看到那個施與症是哪一種FASHIA 他是就是 他知道那個詞 但是沒辦法 知道 但講不出來 所以應該是 知道是哪個感覺 我剛剛講的黑衣服 他講的就是 RodeCop 所以 要不然 你就會想要回答 他這個是兩種都有 兩種都有去他探討裡面 所以他跟MTG會不會有發揮 MTG跟這個詞 像是怎麼樣抓的 或者是說 MTG大概 如果有問題的話 他可能是另外哪一種是女生 我到是有問題 因為老師啊 就是 前面 前面 前下就是在那個 看起來應該好像 就只有在 在MTG那邊 你這個是左邊的SIG嗎 還是右邊 還是兩邊平均起來 兩邊 那 那 那看起來好像在 在 在 沒有看錯啊 應該是 Instagram 或其他地方好像也有 也有 也有 一些可能 也有連結嗎 因為在 在 X-ray view 也有看不 也有看到 因為這是從內側看的 跟外側是不一樣的 下面就是內側看到 看進去的 嗯 不想沒有找到那個區域 就是中間那種紅色的地方 就是中間那種紅色的地方 嗯 有空 有空 可以再看一下 很好 你們其他有什麼問題 好 那我們就謝謝第二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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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手 穿上把水 穿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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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們是第三組 那我們針對腦區是Posterior Secrets Cortex的部分,簡稱PCC 然後首先 我們的部分,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用的code 那其實就是在課堂上看到的,我們也沒有做過特別的調整 那就是頂多我們把它寫成類似 function 的東西 然後我們給它run之後,它就會問說,我們要去看哪個腦區 然後我們就刮虎之後,附入我們要的腦區 那PCC的腦區是屬於 PCC的腦區在AL45跟36的部分 然後去Pot,它就幫我們寸檔 那之後的像是Smooth,用SPM去做Smooth 然後後續的處理 大家就認為去做,手動去做那個處理的部分 對 那既然我們在這邊已經釋到說,我們做出來的這個code 它可以去跑出我們要的那個兩個腦區 就是那個correlation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去探討說 那我們今天要探討這個腦區,它究竟是有什麼樣的解剖結構還有相關功能 那首先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PCC它這個結構的結構位置 它是位於我們的Singulate Cortex 也就是我們這一個後代腿的腿部 那另外它是在我們Posterior跟AnteriorSingulate的一個一個位置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也是包含在我們的Limbic Globes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看到Limbic這個東西我們就可以知道 其實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系統叫Limbic System 那這個Limbic System其實就是跟我們情感還有記憶相關的 就是跟我們情緒還有記憶相關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系統 那第四點的部分我們也可以看到 今天我們這個PCC 它是位在我們的大腦的Limbic Midnight部分 也就是說它是位在我們左右半腦 它去連接一個非常中間點的部分 最後一點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零件 就有我們的Precunius 那Precunius它其實是跟我們一些像是 情節之意啊還有自我 然後甚至是一些Consure相關的 所以其實從這個結構為什麼就可以看到 其實PCC它座落在一個跟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相關系統 像是情感啊 自意啊 甚至是情緒 還有自我意識相關一樣非常重要的一個 怎麼說算是等於說有點類似一個交通重要的一個中樞地帶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其實它的功能應該是非常複雜的 那接下來我們去看一下PCC的功能 那其實PCC的功能大概邏輯出來就是像是第一點它提到 PCC它就是處理跟自我還有意識這些相關的經驗相關的一種一個腦區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今天我們PCC它是跟我們的記憶的 Internal 也就是跟我們自我相關一些記憶的經驗這種表現是相關的 那剛才前面提到Precunius Precunius它是跟我們PCC是連接非常近一個腦區 那其實今天Precunius跟PCC這兩個腦區包含在一起它其實都可以一直對我們一些 像是我們去面對威脅還是處理壓力這樣一種功能 那剛剛在第一組其實有提到就是一個叫做Default Network的一個系統 也就是我們簡稱DMN 那其實PCC也是這個DMN系統非常重要的一個腦網路的一個核心的節點之一 那其實這個DMN的系統是由01年由這個Retro它所提出來的 那當初它找到的系統其實是因為它發現今天這個DMN的系統它相較於我們在活化的狀態 就是我們譬如說我們今天是有在活動又或者是執行一些任務相關的狀態下 它是相對是不活化的 反而是在我們今天是在一個RetroState的時候它才會被活化的一個相關的腦區 那也可以看到剛剛PCC有提到這個就是一個DMN腦網路系統一個主要幾個核心的腦區 那DMN系統也自從01年發表之後它其實也是慢慢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 那為什麼它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 其實像是我們一些相關的精神疾病啊又或者是一些神經科學的疾病 都有我們DMN系統的異常這種現象 譬如說像是我們的視覺視調症 它有像是我們的彰望啊妄想這些情況 又或者是我們的認知功能障礙 那這些其實都是跟我們DMN系統的相關的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下面有提到說這個PCC在DMN裡面它扮演幾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像它跟自我啊還是當我們想要一些其他人的時候它是相關的 另外它跟過去的記憶還有去思考一些未來相關這樣一個記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那另外它像是我們的在我們的概念啊還有我們的空間的空間的一個就是定向感這部分 它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此外它還跟我們的像我們的注意力還有Russo相關 另外還有剛剛跟提到就是有跟Lympic System Lympic System相關也是我們的Motion也是我們情感的部分 那在這邊其實這張圖子去介紹一下DMN這個系統 它在不同年紀條件下它的一個腦網路的架構 那上面這一張下面這張才是我們DMN系統 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DMN系統相較於其他一些腦網路系統 它是比較不一樣的 譬如說像上面這個腦網路系統它是指我們的Promptor Cortex 也就是我們的前列皮質這種高等認知功能 又或者是剛剛提到有一些像是任務導向功能像Tippo Camper這種功能 它是隨著我們年紀慢慢的進程 它的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腦網路的系統是慢慢的有分工分區出來的現象 但是我們的DMN系統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系統 它是隨著我們的年紀增加而越來越整合的一個系統 那在這邊這樣子我們可以看到DMN系統裡面 非常主要的幾個核心的腦區的節電 那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PCC 那因為Precunius跟PCC是接近的 所以其實它們常常會被當作DMN系統的共同一個區塊 那另外像是我們的Media Prefrontal Cortex 還有我們的Ingu Gairus這些就是我們畫得比較大的這個區塊 就是一個DMN的核心節電 那另外在我們相關的跟PCC相關的疾病上面 因為在過去的研究也提到 今天如果我們沒辦法正常的回溯一個記憶相關的 就是我沒辦法正常回溯記憶 也就是它在我們在回溯記憶的過程中被打斷了 那我們的DMN系統是沒辦法正常被活化的 那我們DMN系統是只有在我們正常回溯的時候 才會被正常活化的這樣一個系統 那其實很典型一個特徵就是我們的阿塞萌摩症 我們阿塞萌摩症患者其實它就對於一些 它其實是沒辦法正常去回溯的 那其實這也是證明我們的PCC它在我們的DMN系統裡面 就是也是跟這個相關的一個功能 那另外我們的DMN系統其實在過去也會發現 它其實當我們的認知功能出現的障礙 那它因為這個認知功能出現的障礙 就讓我們沒辦法正常的專注一件事情 那其實就像是很多像自閉症阿還是擴縫症這些現象 都是沒辦法去正常活化它們的DMN這個腦網路的計程 所以等於說我們今天就是希望透過我們的腦影像這個系統去看到說 是不是確實在一個Resting State 也就是說我們照FMI這樣一個Resting State的過程中 這幾個重要的網路的腦網路的核心節點都會被正常活化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為我們BrandNet Viewer去看一下 先看ICBM這個152 那ICBM152是一個腦影像國際聯盟公定的一個標準的腦模板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MNI305等一下會提到 那左邊這個是第35個腦區也就是左側的PCC 那這個是右側的 那這兩個是做完平均的PCC的這樣一個腦區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剛剛提到的像是我們的PCC這個部分啊 還有剛剛鄰近的Procubinus 那甚至是在我們前面這個區塊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像是Medial Prefrontal Protect這個區塊 都是會被正常活化的 那另外我們也進一步去看一下CH2 那CH2其實它就是 老師上課最近有提到的是Coding27的這樣一個腦模板 所以它相較於剛剛前面那個模板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它有比較明顯的腦溝跟腦回 那這就是表示它比較新鮮的腦影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訊號長度 相較於前面這張圖其實它是比較 它的色塊顏色是比較深的 那接下來我們也用X3 Viewer去做散討 那我們也是透過調整intensity的部分 我們調整intensity讓我們只呈現有positive的 這樣的一個creation的腦影像的部分 那我們去挑選了幾個 我們想要看一個cluster 然後把它呈現出來 那其實我們會看到像剛剛提到 跟PCC非常接近的Precunius啊 還是跟它有相關DMN網絡之間的核心節點 Medial Prefrontal Protect 它其實都是在我們這些被標定出來的放送裡面 它都是數量相對來比較高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過去reference提到的這個 過去reference提到的這個是用MNI52 也是剛提到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模板去做的 那這篇Paper它是做一個meta analysis 它收集了1018個resting state然後影像的圖譜 那去畫出這樣一個DMN的腦網絡 那我們可以去跟我們剛剛做出來的 這樣一個腦網絡做比較 可以很明顯看到 我們一些被活化的正常 就是DMN的腦網被活化一些節電 像是我們的Precunius還有PCC Medial Prefrontal Protect 確實都是在我們這個resting state 然後影像都會被呈現出來的 那另外我們可以從XJPU的這個地方看到 這個也就是我們Medial Prefrontal Protect 確實也是跟我們的這個過去研究所指出來的 這樣一個DMN腦網絡是相關的 那最後其實我們就是 因為這個DATA我們就是取一個 叫做MRIEF8的這個Case我們去做的 那我們另外一堂課剛好也有這部分的 resting state的FMI DATA 那我就把它做Pearson Correlation 然後去找出了這10個 用紅色框框起來的是 就是它比時間Correlation最高的這個腦區 那我們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 確實這些呈現出來的腦區 跟我們剛剛提到 跟DMN腦網絡相關的一些核心節電 像是Medial Prefrontal Protect 還是我們的Neguru Guirus 它其實都是相關的 那就證實確實 我們才能研究出來的這個 BCC 它是我們DMN腦網絡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節電 那我報告就直接帶來 這件事情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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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發問有什麼問題嗎 又沒有放複相關 又沒有放複相關 對 我們沒有呈現複相關 因為 我們做複相關的 那時候 因為我調整一下 它可以只是幫我們呈現正常的部分 他就自己調一個小視窗 他就說他是呈現真相關 所以我就沒有去調 所以我們就是放我們看到的真相關 然後調那個數值 其實我們就 我們調的數值 應該是因為我們調原件上 然後我們就是 就是我自己測啦 就把它就是 沒有起來就是比較明顯看到 比較有區分排的區域 所以它其實還有一些比較小塊的 它就是那種 沒有intensity的關係它不需要 對 到前面那邊 你其實有呈現副相關的部分 前面那個 就是對 這邊我們是調 其實是調 0.2到1 所以其實再兩間最小塊 對 我們是 因為這條bottom的時候 它不適合一個最小的 跟最大字 對 那它最小應該是有負負嗎 你說它最一開始呈現的時候嗎 對 那應該是有啦 還是太小了 你們就沒呈現 其實它 那時候是 它跳出來是不多 所以就開始以真相關回去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沒有人謝謝第三組 當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是第四图 作为Seed的脑区是Ginnius 那我们先看一下用Redmine Viewer看的 找出来的图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的资料跟其他脑区的负相关非常低 大概只有-0.d左右最高 所以我们就只显示Positive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地址是设定在0.2以上 那你可以看到在Pariotor偏后面 就是比较红的那个区块 就是我们的Cecunius 然后还有它周围的Angular Gylus 那接下来我就用Edge Viewer来探索 它跟哪些脑区有相关性 然后第一个就是Pariotor Pariotor是一个在比较medial的脑区 所以它是在比较中间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跟它最大面积有相关的是 就是这个Angular Gylus 而且它是左右两边都有 那Angular Gylus 它是临近在Pariotor偏面的 比较往侧边去的那个脑区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用Excel View的方式 从上到下的方式来 一个一个来检视看有哪些脑区 那第一个找到的是 有左右两边的Midle Frontal Gylus 以及左右两边的Midle Orbital Frontal Gylus 这些地方 然后再往下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里只有左边的Midle Frontal Gylus 以及左右两边的Cochrine Circles 可是Cochrine Circles 它是一个弓 然后在AL裡面的定力 它是 它的找出的那个范围 是Cochrine Circles and Surrounding Cortex 它是这样的范围 然后这个Cochrine Circles 它也是在Precunius腹肌 就是 你看到中间很大一块的 就是Precunius 它是它的 比较往下面 然后往侧面的地方 然后再往下呢 已经到 哦 还没有 再往下的话 就可以找到 左右两边的Midle Temporal Gylus 以及 只有左边的Pyratical Hippocampal Gylus 然后再往下到 比较Inferior的地方的时候 可以找到有两个 在Inferior Occipital Lobe的脑区 一个是左右两侧的Fussiform Gylus 跟左右两侧的Lingual Gylus 然后我们的资料 它也有显示出 它跟小脑有功能性的连结 而且它是在小脑的 比较上面的那一部分 叫做Celerbella Cruz 然后也是左右两边都有 那刚刚讲了很多 我们这里先整理一下 就是它跟这些脑区都有 功能性的连结 然后 然后我们想说 如果用肉眼看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有 误判的情形 所以我们用AL的坐标 要把这些脑区里面 每个Voxel的R值 就是相关系数 都平均起来 但是我们有发现 平均起来的相关系数 都还蛮低的 可能都在0.2.1而已 那我们是想说 可能是因为 跟Pre-Cuneus 有相关的那些脑区 是那些特定脑区的 某些Sub-Region 才有相关 所以当我们平均的时候 平均到很多 不相关的Voxel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Superior Frontal Gylus 因为这一块的面积很大 而且在我们的资料里面 它只有一小小几个点油 就是比较偏橘红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平均下 就非常的低 在走0.12这样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找他 这整个脑区里面 相关系数 最大的Voxel 那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看到说 就其实都还蛮高的 就算在Superior Frontal Gylus 而且 你可以再看到 Superior Frontal Gylus 跟Para-Rite Bocaumal Gylus 这个我们原本肉眼看 只有 认为只有左侧相关的 它的右侧 虽然比较小 但是 其实也是有相关性的存在 那我们就找了一些 接下来找一些文献 来验证看看说 我们找到了 验证 刚刚测试的那个资料 是不是正常 那这篇文章呢 它是发现到说 Precunius 可以再区分为三个不同的 sub-region 而且这三个不同的 sub-region 跟其他的脑区 各有不同的 functional common 间接 而且还蛮有趣 它甚至甚至有性别差异 就是男女大脑的 这个 quiqueness的方向感觉 是有性别差异 但这里就不是重点 所以就没有讲 那我们可以先看到 红色的部分 就这一块红色呢 它是 dorsal anterior portion 的 然后 它的功能比较小 多 跟那个spatial guiding behavior 有关 所以它连接到的 脑区 也都比较多是跟 motor execution 或是attention 有关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绿色的部分 是dorsal posterior portion 那它跟mental imagery 比较有关系 那 它连接到的脑区 就跟visual 或是sensory motor 那黄色的部分 是ventral的部分 ventral的部分 它跟absorbing memory 或者是self-related processing 这些功能 比较有关系 而且 黄色的那个ventral部分 也是 也是比 我们平常认为 跟deformal network 有相关的 那个脑区 而不是其他两个 那它这一片的resting state 是用闭上眼睛的方式 那这点可以讲个奇怪 就是我们在 survey那些文献的时候 发现 做resting state的行为 起义还蛮大的 像 我看到这一片是闭上眼睛 那我还有看到一片 它是要求受视者 注视一个零次点 然后要求他 尽量什么都不要想 然后还有就是 没有特地说什么 就是请他在里面 所以 然后我也之前有看到 一些review說 这个对于resting state 的定义不明确 会导致很多 彼此矛盾的情况 就是因为行为上的奇异存在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用那个红色的箭头 标注的地方 标注的地方 是指说 我们的data 也有找到相关系 我们的data 有找到相关系的 几乎在上面都有被看载出来 但是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产生 第一个是 它这个图上面没有 我们刚刚有找到的 fuciform gyrus 跟那个小脑的 sevabella curves 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是 它不是有实线跟虚线 它的实线是指 positive correlation 虚线是negative 但是我们的资料 都是找到positive的 可是它的 对于我们的资料的话 它的那个 middle frontal 跟sepural frontal 跟optal middle frontal 还有middle temporal 这几个gyrus 它的相关性 是负小 这是我们找的是正相关 所以我们想要试图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存在 那接下来我们找到另外一篇论文 它是想要比较三个组别 其中 其中两个是 忧郁症的患者 其中一者是 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 是男字型的 然后另外就是 treatment sensitive depression 然后这三种 这三种 这三个 三组受试者的 Cerebr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来比较 那你可以发现到说 比较健康的受试者 跟忧郁症的受试者 它的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有些会提升 有些会下降 然后我有用红色标示起来 是我们的资料里面有找到的 然后甚至是 就算是相同都有忧郁症 或者严重程度不同的来比较的时候 有一些部分是增加 有些部分是减少 而且它都跟DFMN 有关 那其实举这一篇的 用意是想要讲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说 这一篇多了 上一篇没有的 Flucephone 以及小脑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 Flucephone 小脑 以及DFMN 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可以有功能性的连接 就是去 我们想要说明这件事情 所以等于说 我们的Data 里面找到Flucephone 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说 这个Resting Space 受试者的状态 会影响Resting Space的 功能性连接 而我们Data的受试者 只有一个 所以可能 记录时候的那些 可能它处在某些位置的状态 造成的很大的影响 这样的影响不能被平均掉 所以才会使得 这个相关性上的方向跟商品的研究 可能有些许的不一样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来看一下 有没有一些结构性连接的证据 就是呼应那些功能性连接的资料 那我们找到这一篇 它是用Diffusion Cancer Image来做的 那它其中有说到一个 它有其中找到一个 神经术是叫做 Ospital Frontal Physical 就是中间这个 绿色的这一条 它连接到了很多趋势 我们刚刚功能性连接的资料里面有 像是我们用红色的箭头指导 那我现在给一句就是 Ingual Gyrus PCM 就是Prepunius 然后 OLS 就是后面的Ospital Loop 那我们的Ospital Loop 有Fusform Gyrus 跟Lingual Gyrus 是一个文化 然后前面的 还有一些前额的部分 对 所以就是用这个来 稍微呼应一下 我们找到了功能性连接的资料 那我们的这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 那有什么问题 谢谢 其实我也好奇 就是说如果不懂 我们Resting的 这个 感觉这个实验有些差异的话 那到底对我们分享 会有什么问题 有 假如说 像刚刚不是说到有一些 Resting Stats 是它的注视 一个注视点 那它是不是 Attention的投注 就比较多 而且它是 External Attention 像 不只是刚刚说的一些差异 我记得的差异 还有 有些人会定义 Resting Stats 是Test Unrelated的状态 就是它的区分 是Test Unrelated 跟Test Related 这样的区分 有些人的区分 是用 External Attention 或者是Internal Attention 区分 那就不能说 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的区分 你得到的差异的结果 就会不一样 我们这边做的 大概不是大概 就是我们这边做的 整个波多狗律师 都是闭上眼睛 不要睡着 然后不要想特别的事 对 所以 确实跟你刚刚提的就是 如果是注视你的点 这个是不太一样 对 所以 这也蛮有趣的 就是不晓得 这两个人 那是你的Data 会是很大度差的 那可能 必须要 你可能测试两次 两Cube的答案 就会 有其他问题 那我们谢谢第四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第五组 然后 今天 一样 我们四个都会特材报告 然后我等一下会 一天讲一下前面 code 区别的部分 然后 我根据你会讲一下 code 区别的部分 然后 瑞琳姐姐会讲一下 我们的Data的结果 然后瑞琳姐姐会 跟我讨论一下 最后的Discount 然后 然后 我们code 就是老师的code 然后没有code 什么特别的改 更改 然后 主要我们是 今天会讨论issual的部分 所以就是2934 这个地方 然后 在他跑完 那个C-based Functional 可能听听之后 可以看到 他会呈现一下 这样子 就是 有correlation 他就会显示出来 然后没有就是0 那其他 如果不是 quaring matter 或是那个 不是quaring matter 可能会用na 这样表示 然后 对 然后最后的话 他就会再把它 挥成起来 就是这个 接下来 然后 然后 就是 老赫提到说 我们可以是 把左右脑都做平均 那这边 应该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SPM 怎么可以做平均的步骤 然后就是 只要打开SPM 然后点Batch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SPM 点下来之后 这里 选这个Util 里面会有一个Image Calculator 或者是你直接选Functional MRI 点进去 它也会有一个Image Calculator 点进去 会有一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就是在 Input Image 这边放上两个 就是我们左右脑的影像 然后Output 就是输入我们的名字 然后呢 就是我们输入的 跑出结果的那个资料夹 那在Expression 这部分 其实我们点下去 它下面会有很多的选项 不是这个选项 它会有很多的公式 告诉我们要如何处理 所以我们要做平均的话 它给的公式就是 IE加I2夸号除以2 就是左右两个影像的一个平均 那其他的参数不需要 去变一个 然后把它点这个 绿色三角形 它其实就会 进行我们左右脑的一个结果的 影像的平均 那平均完之后呢 我们一样就是 用SPM做Smooth的部分 一样就是 点SPM 然后有一个Special Special 点出来之后 就有一个Smooth 点进来 就要把我们的影像位进来 然后呢 一样就是 按这个绿色三角形就可以了 好 那结果的部分 我们请瑞俊许姐 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是将左侧跟右侧的intual 进行平均的结果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这里是从负相关到正相关 最原始的资料呈现 发现最负的话呢 大概是负0.2 然后正的话呢 大概是0.6 所以他们的相关图呈现如下 但是这样子我们觉得说 不是很好观察 真正重要的脑区 因此我们就稍微 咬了个最后 那因为负的本来就很少了 所以我们就是从0开始咬 那正比较多 所以我们大概从0.35 然后开始观察 然后可以发现到说呢 无论是正相关跟负相关的脑区 其实在我们的这张图呈现出来呢 大概有几个趋势 那以负相关来讲的话呢 主要是MPFC 还有Cecunius这两个区域 那正相关的话呢 它的区域比较多 例如说像我们掌管很多感官功能的一个Thomas 以及比较偏frontal的SMA ACC MCC 然后在IFG 然后当然自己跟自己 所以intual也有看到 那在SPG IPLD PFC等等区域也都有呈现出来 然后它相关的功能 以及它们后续的一些生理意义呢 等下其中会跟大家做 比较仔细的说明 那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除了看平均之外 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说 那究竟这样平均的结果 是不是它其实左侧跟右侧 有可能它呈现出来的胎能会不一样 因此其实我们有在 针对左侧跟右侧的结果进行观察 然后发现说 虽然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相去不远 它的区域都跟我们刚才大致看到的相同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来看说 那刚刚平均之后的那些脑区 它后面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好 就交给其他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intual基本上它会有一下 几个比较basic的manage 就是它可以去侦测 就是这边salian 就可以把它想成是比较图显 就是比如说 比较显而易见的event 或者是说刺激 那它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像是在你转换state的过程中 就是它会去联络各个不同的network 对 那这个network呢 等一下我再解释 然后就是它会需要去促进 就是attention 然后还有ultimate memory的resources 然后它基本上是interaction 就是在anterior跟posterior 过去的文献很多都是会分anterior跟posterior part 那现在也有人分前中后 就是前面中间跟后面 但是现在还有人分就是后面跟前面的就是dose part 跟ventral part 就很多分法 对 那基本上就是不同区域的subregion的intula 它会连接到不同的地方 对 那比较重要的是通常在讲intula的时候 就是后面跟ACC 就是anterior singular一起讲 那它可以促进那个votor system 那当然不只有votor system 其实它们整个 这两个就是anterior intral跟ACC 它统称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 叫salience network 那这两个就是它们会跟sensory的 然后还有visceral 还有这种autonomic 就是比较内脏感觉 还有一些比较 那种pidonic就是喜乐开心的那种information的关系 那这边是就是anterior intral 就是比较前侧的intral的连接 那会发现它是跟attention的network 比较有关 就是其实attention network还有分上下啦 就是分dose part跟ventral part 那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 就是它这个anterior intral 跑道的这个attention network 是跟ventral part比较有关 那ventral attention network 其实是跟你在转化你的注意力的时候 比较有关的 所以这就要问 这笔data应该是老师的人 对不对 就是老师是不是 那时候有在切换注意 对对对 那这边是我们自己的data 也可以看出来 是跟ventral attention比较有关啦 对 对 然后呢 嗯 再来这边是比较就是 这是anterior intral的连接 那这是posterior intral的连接 那通常posterior intral是跟sensory motor 就是跟你的sensory還有motor相关的 就比如说skeleton motor body orientation 或是跟就是环境的demonitory 比较有关系 那我们也有看到sensory motor 但是sensory motor 基本上是跟anterior intral比较有关 那sensory motor 就是刚刚瑞君有讲 就是它 它有点像是一个relay 它是一个中继站 很多的sensory 或是motor的information 都会传到这里 对 然后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这是2010年 对Mannan他们提了一个算是model 那通常这三个network 就是deformal network salience network 跟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 就是我们合称就是core network 那刚刚deformal network 大家都讲很多了 就是它就跟cell比较关 跟自己比较关 然后就是salience network 其实它就是两边 有点像是协调 然后它跟sensory dynamic的input比较关 因为它也在比较脑袋的下方 所以有dynamic switching 然后这个central executive post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它就是跟你在很专心的做一个task的时候 就是通常是这个network 会就是activate 那它跟deformal就是两个 就有点像是抗衡的 对 那我们刚刚可以发现 就我们在deactivate的 应该说negative的functional connectivity 都是在deformal 那我们知道就是通常你在resting状态的时候 deformal应该是比较就是活化的 可是为什么就是insular 跟它是negative的correlation呢? 就是其实过去很多文件 大部分它们都是negative 那它们探讨的很多都是探讨 跟pain有关的 对 但是在healthy的部分 在实际上 对 对